開台啦 開台啦 搞定吧 爺太達哥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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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來一般 還未好完 昨天一開始 早上已經開始頭痛 一直留著頭痛 頭痛 頭痛 開台前 穩固一點 都是吃一粒止痛藥 當然吃完止痛藥 當然 你去到我打完沙力曼 你都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我是神級演技 你們又猛而不知在那裡 什麼好廢啊 什麼玩笑 沙力曼 其實不厲害 當你們的整體是不知 因為我是真的超厲害 我是那些神 李安納道師傅也是這樣 病到就算我是多厲害 八燒 四十五道師 我都可以裝沒事 還可以說好天氣好冷 我就可以說這些 就算你扔我去沙哈拉大沙漠 我還可以表現得像你進了北極一樣 一樣的 就是我這些神級演技 已經是我一無事 就是我的表情 和我身體肌膚的感覺 完全隔著 你們當然是沒有人知道 要不然我最後開股 你也不會說 今天特工好像怪怪的 沒有人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 最後是我一開始忍到神經 我當時我告訴你 Fever的時候 我本身就是在想 時間怎麼過得這麼晚 我一直在想 我當時的時間 我就是為何到廟如年 我說很頭痛 我照樣譚紹風山 我照樣跟你在這裡說笑 說低能的東西 跟你回應 照樣對立 腦袋還要高速運著 沒有問題 之後去到打特數 轉遊戲的時候 可能斷了動氣 休息了幾秒 馬上已經覺得 超痛 當時我心裡只是在盤算幾樣東西 我想打死BOSS 我都玩 沒有理由 都開了 都轉遊戲 沒有理由 不玩Dark Show 無論如何都會打死BOSS 我當時在盤算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就覺得我大概可以 多半個小時左右 我自己盤算 我身體就是在計算 好像自己有多少成功力 好像是悟空 還有多少氣 有多少氣 有多少氣靜 我大概可以想到 30分鐘 大概可以試 五次找路 我一定會打死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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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 我浪費了一次機會 死在桌子上 流梯 因為當時 反應不太好 當時頭痛 神經病 死在桌子上 我跟大佬決一死前 打沙力曼 第一次我還要玩屎 雖然我很頭痛 但我照舊 沒有理由不玩屎 羞 羞 我教宗沙力曼 照摔 照側吃屎 然後馬上死了 因為會不會不像水 等等 我其實第一次玩屎 已經看到他們的破綻 我都說打這傢伙 拿個盾子拿好一點 我馬上想到 第二次打 已經是打到他傻子 他一邊圍著他 他不斷扔空氣 我心想不太順利 第二次贏了 我心想會不會太快下班 因為打死BOSS 不知道怎樣完好 走走走走走走到中途 說很頭痛 好像完到不知怎樣 誰知道他突然出自爆 好像是扣了很多 第二次會這樣死 我心想也不是很難打 一開始 那時候還看到有人說 沙力曼 全遊戲最難 有些人這樣說 我心想有多難 不知道是不是頭痛 可能我頭痛想心急打死他 我就很集中 那時候一打的時候 我看見他慢到貴 我的感覺就是 我看的東西越來越慢 他被頭文字跌了 很慢 看動作全部看得清楚 一清二楚 然後我就 現在第三次打 他又出了一招新招 我猜不到 其實 他突然就分身了 其實分身本身也不會弄死我 不知道幹什麼的事 他那個視點不知道怎樣 給東西遮住 一批東西 我完全看不到 然後又被他屈死 即是第四次我心想他一定死 我現在知道他會否分身 他所有招數已經圓形不落 我說你死定 馬上斬到他豬頭餅 最後我已經是 嘻嘻玩 說真的第四次已經是 我最集中玩的是第三次 第四次已經知道路索 我已經知道他必死無疑 然後還在想著背刺 只割了十多東西也割不到他的背 頭痛有機會是寶寶影響 醫生有沒有說你寶寶幾個月大 好 對 看這球是怎樣 讓我打一篇長篇的東西 我一會兒才慢慢回應 打近處威之 可惜 剛才有人說Dark Soul要厲害 肯定不是用巨劍 我就是不喜歡用屈肌毛 我就是 我最討厭用屈肌兵器 所以才用巨劍 肯定很多人說過 這遊戲最厲害就是用單手劍 輕輕的 拿個盾 這遊戲最厲害 又快又攻擊力又高 自己的氣又可以保留 進可攻退可受可 不喜歡用這些 很無意 我一定是喜歡用別人不同的武器 有些人不斷罵 我用巨劍蛇被你罵 什麼丟掉它 廢武 只有形又慢 我就是喜歡用這些大牛龜 哈哈 立刻有人說巨劍全遊戲最厲害 有人猜到 昨天根本沒有人用這個武器 你看街霸就知道 什麼角色極屈 就是多人用 很簡單 就是這樣的道理 上網 什麼PVP 從來沒有見過別人用巨劍 你就知道廢武 還有什麼 我最好笑的是 我昨天頭痛的時候 那些人一開始打電話 我死的時候 沙力萬全 全遊戲最厲害 我當時已經忍不住笑 好像夜神月一樣 我真的忍不住笑 原來全遊戲最厲害 也是這樣 打死完之後 有很多人說 沙力萬全遊戲最廢 他說這個BOSS一點都不厲害 全遊戲最廢 我笑而不如 我好像立刻有回應 我說我打死了 就是全遊戲最廢 看看 看看 喂 死仔 有什麼巨劍全遊戲 全遊戲最屈 有嗎 蛤 不要拿 全部相似巨劍 我說可以 我之前一向都是這樣的 有什麼問題 我是有空用花款 免得 沉 玩到悶 有時都只是獨孤狗劍 有空試新東西 我用什麼都可以 我用棍也打死人 我拿回一開始的木棒 改回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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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力照殺BOSS 說什麼 拿棍也打死我 什麼搞中 沙力萬 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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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咳咳 其實全遊戲最好人 其實是達叔 對 對 對 咳咳 雙劍教宗 真是初期最厲害的BOSS 有些人說是 但對我來說 我只是不外如是 咳咳 咳咳 今天再給你 今天去看... 看醫生 看物理治療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輩肩膀很痛 經常都很痛 當然是去看物理治療 物理治療師又說 你可能太辛苦了 太操勞了 但我是左邊頭痛 她說是 沒有關係 總之肩頸有影響 肩膀會痛 很明顯是有問題 這次又是做什麼 電療 當然是做電療 有幾個東西 蓋著你 然後她說 好像有蚊咬的感覺 但我不覺得蚊咬 就是... 蚊咬的 不會說很厲害 然後她問我 會不會太厲害 我說不會 其實我當時心想 可以更厲害 我說 我的人體質很厲害 我說 我好像可以... 你拿電椅的電 我可能也未必有 我說 要不要加大 我說 有沒有... 行形容的電椅 可能對我才有幫助 一下電 幾個伏特 電椅 十萬伏特 我說最高幾多 我說 可能一般人體質 五個伏特 就已經差不多 我想要... 我可能要一百萬 像青狼那樣 電 我才有... 有... 有... 有感覺 電完之後 我也覺得肩膀還很痛 然後我亂按... 我又去亂按視 找一下那些附近 在那些醫院附近 有沒有什麼按摩 然後我說 亂按走 看到一間盲人按摩 我一開始就撞一下 撞一下是不是真盲人 因為我很小心 我又不喜歡被人騙 有些是假盲人 還是什麼 我看一看 我看到店裡 那個人戴著黑鞘 當然看到他走路 真的摸摸摸摸 那我就進去 我進去 再多觀察一會 我就說 請問是否有這麼多伏母 你現在有沒有時間按摩 他... 他... 他是不知道我在哪裏 他又... 他也是看到他摸摸 就是走路有點困難 我就知道這個 應該是真盲人 我應該是厲害 然後我就去試 我就說 因為便宜地 他不知道... 不知道 可以按三十分鐘 因為通常按摩 要什麼雙鐘 算幾百元 他在這裡不用 按三十分鐘 幾十...幾十元 這樣 我就說 好吧 試一下 然後就去坐下按摩 然後我說 要不要趕在那裏 不用 他就坐在那裏 之後呢 我已經感覺到他 幾指力 幾深厚 真是幾大力 按兩按 的確就... 按下去 有些位置 他已經是說 他說我右邊 用得比較多 他說右邊 勞損嚴謹 和麥理治療師說的 是吻合的 我就知道他應該都很厲害 就算爛船也有三根釘 然後繼續讓他按 按完之後 就好一點 就覺得真是不錯 他有很認真去按摩某些位置 他說這些位置是否會痛 我說是 一按下去 整個位置 都已經想叫 他在捏在筋上 他說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他說這些位置 他說什麼 你要做什麼運動 怎樣怎樣怎樣 按完之後舒服很多 真盲怎麼會不知道 在哪一廳 知方向 神經病 知方向 你知道距離什麼 大哥 又說我是那個盲人 我真的盲看著達哥進來 不要亂按 在那裡說這些 不要亂按 在那裡挖 然後他就... 那時候我也想起 李文海 我也想起按摩的時候 不知道 就是按摩 就是你會感覺到 按摩師 又會摸到那些人 那些肌肉 哪裏用得多 或者怎樣 我就想起這些 所以就不錯 而且收得不太貴 我說我經常頭痛 他說是嗎 他說你頭痛嗎 他說你頭痛的時候 過來按 幫你按 他說一般人頭痛 他說醫頭痛的按摩 他說只會按肩頸 他說不行 他說其實要按腳 他說偏頭痛 他說你要把什麼氣血 然後倒到腳 他說這樣才行 他說一般人 他說一般醫師 不過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詳細 我也不希望再光顧 就是如果我真的頭痛 再去試一下 他說要按摩腳 他說你頭痛 這些要針對 他說要一整組的按摩 他說這樣說 他按摩腳 讓血氣 運行 全身運行 舒緩 他說這樣才行 他說一般偏頭痛 你們要捏頸 肩膀 都沒有用 他說要把腳 都捏通了 這樣才行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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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是麻煩 他說他再給我說 我現在按倒數的按摩 他是有時鐘 他說會學習 會說 即是說幾多 數字 多 總之 大家就不會騙了,他又怕我 就是他猛 我不老實就去按他的鐘 他還沒有啊,還沒有啊,你練了幾分鐘 他會有這樣的情況 他說大家最討厭,我又不會騙你的鐘 他說有鐘在這裡,你又不會按走鐘 然後就一直在那裡 然後就開始不知多少迷迷 然後按到鐘,他再練多幾分鐘 他是前前後後保時 他是這樣說 因為他一開始按了鐘 就會跟我說幾句話 就開始了 他又沒有什麼花巧 不會跟你說什麼桌遊 他真的純粹靠他的手藝鏈 很老實,很樸實的人 我就知道這個人是信得過 我認識了 怎樣?還有什麼說? 有些人說什麼我污辱了他 神經病 亂說廿四 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說這些亂說廿四 你們有鋪癮,很喜歡烏人清白 你們才最喜歡烏人清白 我在澳洲讀書有個老師 什麼都不教,直接給我們一些資料 怎麼好 他意思是純粹讓你考試 意思是你們不用 大家不用聽書 我已經把今期的試題告訴你 好,大家可以在這個學期 你就是玩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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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你拿A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你們的學生會很開心 一定拿好成績 其實學習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有時候你讀 入學校 有很多老師都不是真的教你知識 都是這樣 打份工就是這樣 你很難控制 你又不會說 你又不好意思讀他 搞到他沒有了份工 或者怎樣 他既然能給你試題 你就可以玩 那你想學習 你自己學 你又不一定要靠老師 對 對 喂 你有沒有看 聖賴、粒達、此 極地雪戰那段影片 有沒有上去Underground TV看 Facebook Youtube 你都可以很輕易找到 因為頭痛都沒有很清楚 這段影片除了特別之處 除了我們去北極拍之外 我都可以說一下 我告訴你 就是超好看的 我告訴你 那個感覺是 我會演一身 你看下去就是 我告訴你 我們做所有事情 我們拍出來的效果 一定是正的 肯定是 就是 TVB那些是 擒不上的 一定是有過之而無不擒 如果你們想贏到那個 聖衣的話 哈哈 這部影片會出現聖衣 因為這部影片有關聖鬥士主題 也有涉及龍珠等等 很多動漫元素 如果你想要聖衣的話 你可以去這個 Twist的Facebook留言答問題 你可以拿到聖衣 有獎品 價值連城 很好福利 看完片 又有禮品週 你們記得去看 看完才會回答 問題 又好 好 來了 又說 哪有去北極 什麼特效 神經病 你不懂分 就是拍得這麼愚患 像真 他把實景拍得像仙境一樣 你又會覺得 像特效 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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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Twist的Facebook 就是TWIST 以及HK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進去答問題 你可以拿到我的聖衣 又有劇透 像馬根 這段影片 我拍攝的時候 跟I love you boys 都挺有趣的 我的感覺就是 兩個都是聰明人 兩個當然是風趣幽默 都很好笑 說一些話 還有自己一套 有時候問他的意見 他會有意想不到的東西 兩個 DONALD和少爺尖的感覺 不同 DONALD 我的感覺就是 穩重一點 他會照顧多些人 少爺尖 他這個人說話 會比較幽默 兩個人有一點不同性格 都是好人 都是nice 但兩個的學習力 都是很快 就像我說 我教他出波 就馬上說 好啊好啊 這樣就出來了 我來了 真的出波 就真的滾下去 有什麼 有什麼 有什麼喊粒在後台笑 叫我不要說出來 遲時亂說 什麼得你不聰明 低能 大家都是什麼 人家903創作總監 就是這麼聰明 大家都是聰明人 學習很快 就是這樣 都很開心 都很過程 你會覺得是很 大家都是開心 樂天的人 大家聊聊聊 很快 過了 極好看 有些人說 最佳的Like 是怎樣Like 就是在Facebook看完Like 然後再去Youtube一次 再Like 這樣就最好看 這個 怎麼看 留言留一些有趣 有意思的留言 一定不是留些什麼 我記得 一定是留些正的留言 分享多些 看看有些什麼細節位 有些深層意識 你應該多發掘一些深層意識的東西 自己思考 我告訴你 看完就算了 我現在是 我現在在肩負一個很重大的使命 灌輸你們正確的審美觀 你知道嗎 現在有一個藝術發展局 要選什麼局長 你知道嗎 有什麼行為 現在要做一個藝法 沒有我 我心想白痴 你為什麼沒有我 他有幾個範疇 什麼戲劇 接著就 粵劇 還有音樂 還有電影 我不知道是不是電影 還是什麼 不太記得 總之是畫畫 也有 差不多 幾十個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黃秋生也有份競軸 好像是演戲 那一個 不知道是同一個人 鬥 那 那肯定 無用自已 黃秋生也有地位 當然有機會選 是要鬥 我不知道 什麼人可以投票 總之就是 二選一 黃秋生 另一個 他可以成為其中一個評委 我覺得我就是要做這八個評委 在之上 有什麼總 總陀主 我是一種藝法局的總陀主 你怎麼看 之前什麼西九龍 好像之前請過那些鬼佬來搞 你知道嗎 請過那些鬼佬來搞 搞一半 不知道是吵架 還是什麼 逼鬼佬解約 還是什麼 當然沒有 你知道嗎 有一宗有什麼 當時建西九發展中心 請過 請過 請過西人 來 請過鬼佬 搞搞一下 不知道是吵架 說他不知怎樣 沒有履行合約 blablabla 那我不知怎樣 因為其實根本 透明度極低 那鬼佬做過什麼 或者做什麼事 被人解僱 沒有人知道 搞了那麼久 其實到現在西九 什麼文娛 什麼 當時要做個什麼劇院 還是怎樣 到現在還未建好 說了十年 從小到小到大 那天我入大學的時候 就說什麼 將來就會有個西九 香港就有很多藝術 藝術 知道 blablabla 我告訴你 香港政府說 搞什麼 大家就可以避 如果他說要搞 什麼IP 你馬上說 大家可以收檔 不用再讀 搞藝術 大家可以馬上收檔 不用再讀 一定是廢 很厲害 他在說什麼數碼港 數碼港 什麼中藥港 我有一次坐的士 坐的士 坐的士 經過數碼港 你說什麼數碼港 你有去嗎 數碼港 有 他說什麼 以前 他說什麼要搞中藥 什麼中藥港 我說多不多人去 沒有什麼人去 我說什麼 有些鬼佬 有些鬼佬 住這裡 我說不是去數碼港 住附近的豪宅 我說多不多人上班 他說不一般 我說很可憐 你有沒有去過數碼港 這個地方 數碼港 這個地方 位於哪裡 就是在全香港最有錢的人住的地方 什麼貝沙灣 那裡 就是香港大學 那裡的地方 全部樓一看下去 你就知道漂亮 對著海 漂亮得不得了 那裡就有幾間商業大廈 就叫做數碼港 我心想 哇 在這裡建得很漂亮 我也進去過 我也參觀過 大學 有些場合經過 真的非常漂亮 辦公室大到不得了 即是你那個Lobby 不知道 十多二十座 走到你抽筋 走到腳壁 即是要從一端走到另一端 但沒有什麼人上班 你會感覺到就是這麼多 後來就 我不知道現在是有什麼 好像是撥了什麼計劃 就這麼便宜 租給某些人 某些店舖 正正常常沒有人會租 為什麼呢 就是一 極度偏僻 因為你地鐵 一來地鐵站去不了 不是問題 有很多地方 有什麼土瓜環 地鐵去不了 但是有什麼巴士到 很方便 二來就是 你要看起來 你上班 你公司不只是你自己做 閉門造居 和別人合作 有交流 你自己屈在那裡 當然有很多人在其他地方 柴灣 觀塘 荃灣 工業區 其他地方 在香港租櫃 很多公司租了什麼工廈 當然你自己在那裡 沒有人上來跟你聊天 見客 人家說 不是吧 山長水丸走來這裡 見完你也不用見別人 沒有人上去 第三就是租櫃 一開始你建造這些商業 豪宅區 你就知道 是美麗 對著海 等等 還是怎樣 現在是 我不知道怎樣 總之就是 沒有什麼人去 有些方法 好像可以申請到 數碼港 有一個便宜計劃 還是怎樣 總之就是 一般市民申請 我都很肯定 也是唯威 那些你肯定是搞不定的 就是你認識別人 或是怎樣 認識填表 知道我的玩法 你就可以申請到 你就可以拿些便宜租 然後租那個漂亮的樓 否則 他說這些數碼港 本來是推動 創意工業 通常創意的人 有十個 即是你未發達之前 你的創意 未被人上色之前 一定是窮過鬼 正常都是這樣 有幾好 我的創意人 一開始是非常有錢 沒有 通常是窮人 才會想想 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或是有創意 或是有理想的人 只要有 但是你申請這些 很難 結果現在數碼港 通常都是極大公司 去擁有的 你自己看看 那個水牌 你有空 但全部都是一流 公司 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 申請到什麼計劃 還可以便宜 但是窮人 自己去找店 吃屎 你便宜 就是這樣 老爸有錢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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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有錢 你不會有創意 我買便可以 都會有志向 可能會自己設計 但是 為什麼有錢人 不會有創意 他有錢 他方便 我想到一件事想做 你搞吧 真的這樣買 有什麼就是這樣 你知道數碼港不只是做生意 有很多鬼佬是當作公園走 他那個空中花園很漂亮 喝咖啡 放狗 我看到附近的人就是這樣 散步曬太陽 他有一個平台 帶小朋友 踩單車 等等 那些 全部鬼佬就是享受 沒有什麼香港人去 那些鬼佬就懂 有辦公室都懂 有多少人在數碼港上班 除了香港還有一個地方 除了數碼港 還有一個地方 叫科技園 真是似馬 你們知道科技園在哪裡嗎 科技園在大埔 大學 或者大學站 不知如何走 如果你走路 走十幾二十分鐘 就可以走到去 沒有車直接到的 一天是小巴 一天是穿梭巴士 就是全部都是這些 這些新興 創意 什麼東西 專興在這些寸草不新 荒蕪的位置 科技園都很大 也是很漂亮的 那些辦公室也是 不知如何才能申請 總之就是 也是漂亮的 但是很隔離 那些很難去我的感覺 就是很遠 我又很小可 我又會 也是全部 那些環境